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希望和各位朋友一起努力帮助两岸同胞 及时 准确 全面 客观地了解大陆的对台政策和立场 增进两岸同胞之间的了解 理解和信任 今天我们有要主动发布的信息 请大家开始提问 谢谢发言人 新华社记者提问 31条措施中提出在投资的经济合作领域 加快给台资企业与大陆同等待遇 请问一年多来台商台企参与了哪些重大研发项目 基础设施建设 两岸产业合作区建设以及农业合作方面取得哪些成效 谢谢发言人 一年多来台商台企在参与重大行动计划和研发项目 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是获得了很多的机遇 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首先在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和政府采购方面 在激烈的竞争当中 台湾的企业上海灌龙 它是以他们的阀门产品 中标了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建设项目 台湾的世西公司直接参与了昆山中环快速路的前期的设计 福建省鼓励台资企业参与政府采购 已经采购了东南汽车 冠节等台汽生产的汽车显示器等产品 第二呢在参与重大行动计划和研发项目方面 冠节科技获得了工业转型升级资金支持 研华科技 友达光电等多家台企 是进入了绿色制造名单 厦门玉京光电公司的工厂 被确定为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 富士康音业达等参与了工业部 工信部指导成立的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 第三呢在两岸产业合作区建设方面 国台办会同发改委工信部商务部等 先后在四川广西湖北设立了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 有关地方呢也都出台了各项的政策 从用地用工融资等各个方面 为台资企业提供了各项的优惠 在农业合作方面 贵州福建等地的台资农业企业 被认定为农业产业重点的龙头企业 在过去的三年呢 获得了各级扶持资金总额超过2000万元 福建台企生产的16款农机产品 是列入了农机购置的补贴产品目录 补贴资金1.12亿元 谢谢 谢谢发言人中国台湾网记者提问 据了解近日将举办台商参与三角区域 一体化发展的有关活动 请发言人介绍相关情况 谢谢 你的消息还挺灵通的 12月4日至5日 以台商聚立长三角 两岸共享新机遇为主题的 台商参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活动呢 是将在上海举办 这项活动旨在支持台商 能够参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战略 为台商们进一步的解读相关的政策举措 帮助台商更好地分享大陆的发展机遇 促进两岸经济交流合作 促进两岸的融合发展 相关的主管部门 以及上海市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的有关负责同志 以及两岸企业家峰会的双方的理事长 台企台资企业台商代表 约500多人将参加活动 谢谢 第二排第一位 对 谢谢发言人 中央广电总台央视记者提问 蔡英文近日是大力宣传 他任内的经济成绩 那他不仅宣称台商资金回流7000亿 日前还宣布说 台湾的这个今年经济成长率 有望达到亚洲四小龙之首 请问发言人对此做何评价 谢谢 我注意到了有关的报道 实际上台商到哪里投资 去哪里布局呢 不是由民进党当局说了算 从今年前三季度主要数据来看 大陆的经济运行保持待了合理的区间 延续了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发展前景是持续看好的 事实胜于雄变 哪里的营商环境更好 哪里呢更有利于自身的发展 相信广大的台商台企 自有判断 会做出明智的选择 谢谢 中新社记者提问 26条测试本月推出后 请问具体有哪些弱势进展 谢谢 26条措施是11月4号发布实施的 之后呢 各地方各部门呢 正在加紧的推进各项措施 落实到位 福建省在部分领域呢 开展了先行先事 已经取得了一些具体的进展 比如冠节 建林 六合机械 东南汽车等台企 已经设立国家级或省级的工业设计中心 企业技术中心 福建省为奇美等三家台企提供增资奖励 合计1100万元 还设立了贸易救济专项资金 为台企出口贸易提供救济 他们还为灿昆等台企累计提供了近百亿美元的出口业务风险保障 厦门市金融办为11家台企提供了融资担保 规模达到7600万元 同时呢还推出了海峡股权交易中心台企板块 前几天江苏省昆山市发布了服务台胞台企的20条特色举措 涉及到支持台企就地转型 科技会台 人才培养等等 谢谢 下一位 第二位女士 谢谢发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广记者提问 那与台湾同胞切身利益最密切相关的是 他们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享受同等待遇 请问在这方面31条措施发布实施 一年多来取得了那些新成效 谢谢 确实这方面呢 可以说到的事儿挺多的 过去一年呢 随着31条措施的不断落实落细 那台湾同胞在大陆各地的学习工作生活 确实是越来越方便 他们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 享受到了同等待遇 我们先说说在职业资格考试方面 去年呢 我们是开放了134项的职业资格考试 据不完全统计 约800多名台胞考取了多个热门行业的职业资格 比如去年9月举办了首次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有573名台湾考生报了名 其中呢 有81人通过考试拿到了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大陆的旅游市场是非常火爆的 去年光是境内旅游就达到了55亿人次 所以导游这个行业是供不应求的 那很多台胞呢 是非常及时的抓住了这个机遇 去年呢 有133名台胞 报考了导游职业资格考试 其中有48人顺利的拿到了导游证 那今年报考的人数就明显的增加到了180多人 我们再看这个教育 今年1月教育部门呢 是出台了政策 在大陆学习工作生活的台湾居民 可以申请参加中小学的教师资格考试 通过认定的话 可以取得中小学的教师资格 那之后呢 就有80位台胞报名参加了3月份的考试 有10人通过了比试 有7人通过面试获得了教师资格 我印象中呢 11月下今年第二次考试 仍然在报名当中 有数据会再给大家提供 可以看出来呢 这些热门行业的职业资格考试呢 还是挺抢手的 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呢 我们也希望有志报考的台湾青年呢 加把油 这个用心的准备一下 期待看到更多的能够 青年能够获益 第二方面 在进入大陆事业单位就业方面 在福建 天津 江苏 上海 等12个省市开展台胞 进入事业单位工作试点的基础上 辽宁 河南 重庆 四川 陕西 这五个省的自由贸易试验区 也纳入了试点的范围 目前呢 在大陆200多所高校就职的台湾教师 是有1600多人 第三方面 在申请参与国家重大人才工程方面 目前已经有72名台湾专业人才入选了国家的千人计划 在大陆工作的台湾研究人员申报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课题是157项 其中呢 立项是58项 国家艺术基金收到12个与台湾地区的机构或者单位开展合作项目的申请 有19位台湾艺术家是申报了青年艺术创作人才项目 还有一方面是在台湾取得的学术成果纳入评价体系 这个对在事业单位或者高校的工作的台湾青年呢 是非常非常利好的一方面 今年7月份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将15个学科30种台湾的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 纳入了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的来源期刊目录 目前相关工作是运行正常各方反应良好 谢谢 下一个问题 我们请 这边 谢谢 谢谢发言人 深圳卫视记者提问 大陆之前发布了第四次经济普查的结果 台港澳投资的企业的数量 虽然从2013年底的97000家增加到了11万9000家 但是在所有企业当中的占比有所下降 从1.2%下降到了0.6% 想请问一下发言人对此如何解读 谢谢 第四次经济普查的结果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在过去五年中 企业法人单位是总共是1857万个 增长了126.2% 在这当中呢 大陆的企业是1834.8万个 是占到了98.8% 那台港澳商投资企业是11.9万个 占0.6% 就是您刚刚说的数字 外商投资企业是10.3万个 同样也是0.6% 这反映出来 大陆的营商环境不断的优化 各类市场主体大量的同步增长的新的局面 也反映出来大陆企业的实力和经济发展的活力 说明呢 我们的市场蛋糕做得更大了 大陆过去是 现在是 未来呢 也人家会是台胞台企投资新业的最佳的选择 我们呢 从商务部统计的数据看 今年1月到10月 大陆总共批准了台资项目是4350个 增长了 同比增长10.9% 实际利用台资15亿美元 同比增长35% 我们呢 会继续积极的为台胞广泛参与大陆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 为台胞台企参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提供政策指引 搭建更多的渠道平台 刚刚提到的在上海会举办的这个活动 也就是属于这方面的内容 我们还会积极的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 打造两岸共同市场 推动两岸阴通进通 也会呢 进一步的落实落细31条措施和26条措施 持续和台胞台企 分享发展的机遇 提供同等的待遇 我们也希望台胞台企能够发挥自身的优势 在这个搭上大陆扩大内需的这个快车 在融入大陆快速发展中 也取得自身更大的发展 谢谢 下一道问题我们请 这位蓝衣服的女士回答 谢谢发言人 东南卫视记者提问 26条措施退出后 台湾体育界是十分关心涉及两岸体育交流的内容 那么请问这方面 目前有没有出台细化落实措施 谢谢 可能有一些朋友有看到 就是国家体育总局的港澳台办的负责人 前几天是接受记者采访 详细地介绍了26条措施当中 第2526条的落实的情况 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方面 我想近期台湾的棒球运动员和教练员 感到非常高兴的一件事 就是大陆的体育主管部门 响应台湾体育界的关切 立出两岸棒球交流合作 已经推动棒球 纳入了2020年 杭州亚运会的比赛的项目 这是一方面的进展 同时我们欢迎台湾运动员来大陆 参加全国性的体育比赛和职业联赛 台湾运动员可以以内援的身份 来参加足球 篮球 乒乓球 围棋的职业联赛 符合条件的台湾体育团队 俱乐部 也可以参加相关的职业联赛 据统计这个赛季就是本赛季 中超 中奖足球联赛和中国男子篮球联赛 分别是有四位台湾的足球运动员 七位篮球运动员参加 作为相关俱乐部的成员参加比赛 有45名台湾的乒乓球运动员 加盟了15个俱乐部 注册参加中国乒乓球协会 主办的各级的比赛 来自台湾的三支乒乓球队 三支围棋队和一支国际象棋队 也在参加全国性的联赛 在北京体育大学呢 现在是有39名台湾学生在就读 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 国家体育总局他们正在着手修订 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 预计呢 明年初新的办法就可以正式出台 台湾的运动员和体育爱好者 参加大陆的体育赛事 达到相关的技术等级 并且提出申请的话 大陆的单项运动协会就可以给他们颁发 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 他们也可以参加相关的部门和协会 组织的培训考试并获得相应的证书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台湾的运动员 教练员 裁判员 在内的广大的体育从业群体呢 以后都可以在大陆持证上岗 寻求更好的发展 谢谢 下一个问题 我们请 谢谢发言人 海峡之声广播电台记者提问 据报道 台湾货轮长星轮11月20号 在福建敏江口水域 与不明船舶发生碰撞并且沉没 目前应有两名台湾船员失踪 想请发言人介绍一下 具体的相关情况 谢谢 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这个情况 据了解11月20日21时50分 广东的一艘货轮与台湾的长星号货轮在福建省福州市 闽江口川石岛南侧约0.66海里的地方相撞 长星号是不幸进水沉没 造成船上9名船员 其中呢 是有6名台湾籍的船员 3名印尼船员落水 接获消息后福建省海上搜救中心即可启动了应急预案 派出直升机搜救船全力开展搜救 21日程呢是救起了7名船员 也给做了妥善的安置 两名失踪 两名台湾船员失踪 其中一名船员的遗体是22日晚上被找到了 今天早上我们是得到消息 今天早上呢又找到了一具遗体 但是他的身份还在有这个相关的方面在确认当中 目前有关方面正在对肇事传之和事故的原因进行调查 谢谢 下个问题 谢谢发言人 厦门卫视记者提问 台湾电影界人士今年是参评了 今年第32届的中国电影金鸡奖 并获得了提名 那这是31条措施实施之后 首次有台湾影人和合拍作品报名 并入围了金鸡奖 那么想请问发言人 台湾同胞在参与两岸影视合作和文化交流方面 还取得了哪些成果 那么还有第二个问题 就是请问在31条措施发布实施一年以来 在税收优惠方面 资金补助方面给台商和台企 带来了哪些实时在在的利益 谢谢 好 谢谢 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确实呢过去一年多来呢 台湾同胞在参与两岸的影视合作和文化交流方面 是得到了很多的获得感 参与感和融入感 他们在不同领域 不同岗位的努力呢 也都为促进两岸融合发展做出了贡献 首先在参与两岸影视交流合作方面 台湾人士年度应邀参与大陆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呢 是达到了800多的人次 两岸业界合作的意愿是越来越强烈 北京 上海 江苏 浙江等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 收到了多家两岸制作机构提出的合拍的意向 各级的电视台和视听网站 引进台湾产的电视剧 2018年去年是12部 今年呢是17部呈现了明显增长的态势 在大陆上瘾的台湾电影呢 也都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比如说以悲伤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 现在的票房呢是9.54亿元人民币 在今年大陆总票行的这个排名榜上 是位居了第16名 去年第12届中国电视精英奖 首次将台湾地区台湾地区演员纳入观众喜爱的男女演员奖 评选范围 今年台湾电影人就刚您说的 已经参评了中国电视 而中国电影金鸡奖并获得提名 第二方面在参加中华文化走出去计划方面 台湾的艺术家和文创机构先后参加了在马德里 马尔他首尔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中国文创产品展示周 中国世界遗产文创设计产品展等重要的活动 体现了两岸同胞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成果 两岸文化机构共同策划的海上思路东方生活美学展 纳入了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的项目资源库 并且被首尔的中国文化中心选中 今年5月份是到了韩国展出 还有在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方面 台湾的艺术家获评了福建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台湾地区的代表性传承人 两岸合作创牌的地方系阿达嫂 也参加了第12届中国艺术节的展演 31条措施和26条措施将为更多的台湾文创机构和文艺人士 提供发展的空间和展示的舞台 我们也希望可以为两岸共同传承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 带来更多合作的机会 再回到你的第二个问题 是把在税收优惠方面取得的好处 这方面可能是大批台商的台企最有获得感的一个方面 他们确实是享受到了真金白银的实惠 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第一在税收优惠方面 江苏省是有1099家台资企业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同等享受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 所以他们合计减免的税 税值达到了将近100亿元人民币 浙江省有1154家台资企业享受到了各项的减税降费的政策 福建湖北等地也分别有数百家的台资企业享受到了相关的税收优惠 第二在资金补助方面 浙江省宁波市群创光电利用台企重点实验室的政策 享受到了保税区既改补助约超过3300万元 江苏省多加台企获得了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 省科技资金资助共计1750万元 福建省有50多个台资企业的既改项目 享受到了相关的专项资金支持 第三在深化金融合作方面 中国银联在台湾地区开展了银联卡受理 互联网支付和移动支付等业务 当地有21.2万家商户和2.7万台自助提款机 受理银联卡 受理的覆盖率分别为90%和99% 超过1.36万家的商户能够支持银联的二维码 今年前三季度 银联卡在台湾的交易是达到了1084万笔 金额218亿元人民币 同比分别增长了3%和7% 台湾地区信用报告查询前置系统正式上线 累计查询台包台企在台信用310笔 发放贷款3.76亿元 中国银行与兆丰银行 上海银行与富邦银行分别筹组了银团贷款 为台资企业提供融资的支持 谢谢 今天讲这个31条措施内容比较多 事实上就是我们花一点时间跟大家介绍情况 确实这个是各地区各部门本着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和台包们一起努力实打实干出来的 我们未来会进一步的加强这个落实推动 让更多的台包台企能够参与到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高科技创新和高品质生活当中 好 我们下一个问题 好的 各位观众 目前发布会还在进行当中 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我们就直播到这里 稍后我们来看新闻 感谢观看